现在我们厂房这新使用的设备 一次可以练1500公斤的花 那我们慢慢的经过 这边您看到您身边的这几台呢 是16世纪一型最原始的蒸馏器 是用黄红做的 那基本上这个时期的话 是一次可以练40公斤的花 4个小时练半杯的精油 非常的稀少 然后继续呢 我们这边随着时代的演技 这边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比较新式的19世纪一国宫 这个蜜以后第二型的蒸馏式的蒸馏器 到这个时期就进步成为80公斤的花 两个小时的蒸馏时间跟半公升的精油 然后呢大家不要往这边来 您可以注意到在您的右手边 有些不同的医药或是精油的品质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 所以我们买精油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薰衣草的精油 我们都要选深色的品质 深棕色、深藍色或深绿色的无所谓 因为洋装会造成精油的变质 然后再用了机会去外观视频 那些花花团的东西 选精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买深色的品质 然后来 后面能听得到吗 大家说是从薰衣草的看到 这不同时期的香水的广告跟品质的收藏 我们如果追溯到历史的话 最早是从17升级开始 就由使用薰衣草精油来作为香水的记录 然后这边的话呢 大家还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往前进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镰刀 还有传统不适的收藏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镰刀 大的镰刀是给男人用的 中的镰刀是妇女用的 小的镰刀是小孩用的 因为这个时期 全家大小都要夏天去帮忙 就非常辛苦的农历活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一边的小孩 还有18千 会在你们的手上 给100分之百真心少的精油 然后第一在手上以后 刚好有头痛的人 可以针对太阳穴要磨一下 没有头痛的人 就稍微把它揉开 让尚未再来 这边是头痛 来 另外一个用力 可以一口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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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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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美兽